近日,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的50名台商台胞在惠山经济开发区长安街道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点,完成了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。 经过体温测量、登记信息、疫苗接种、开具证明、留关30分钟等一系列流程,50名台商台胞全部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。 我们惠山区台办联合卫健委还有长安街道一起,为我们惠山的台商台胞专门开辟了一场接种疫苗的专场,距离为台商台胞办出事。 谭吉在当地接种疫苗,在无锡发展18年的台商陈进吉特别感动。 我们台商协会的会员都有很急迫的打预谋吸球,那这一次区台办帮我们办了这个专场之后,让我们也感受到区台办的暖心。 陈进吉说,在疫情防控、疫苗接种等方面,大陆对台胞一视同仁同等对待,不仅让台商的健康生活有保障,也使他们内心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。 截住目前,在无锡会山的100名台商台胞90%已完成了第一季次新冠疫苗接种,40%完成第二季次的接种。 而在江苏昆山,不少台商也完成了疫苗接种。 一段时间我和十多位台胞朋友一起在昆山当地接种的疫苗,感觉很好。 现在我身边很多台胞朋友接种了大陆疫苗,不少人两针都已打完,很方便也很安全。 我想说的是,给我们接种疫苗的医护人员非常专业、细心,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 打完疫苗后,这样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会更加安心。 能够在昆山很方便地接种新冠疫苗,我个人感到非常的开心。 台湾的家人跟朋友也都非常支持,希望我们能一起加油对抗疫情。 在江苏昆山开发区,除了设立一个疫苗集中接种点以外, 在仁宝、市硕、伟创三个台资企业均设立了临时接种点, 为广大台企员工接种疫苗提供便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